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主办 花莲县政府承办的 109年原样青年返乡体验公读计划 复审联合面试 7号是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登场 一共有252位通过书面出审的原住民大专学生 来争取84个工作的机会 县府原住民行政处表示 今年共受理252位报名 是经过书面出审通过的 公读期间从7月15号到8月31号整整一个半夜的时间 在县府公读以及分发到各项正式公所或社福团体 原住民族表示 这是面试由阿美族 泰鲁哥族共同主席格门组等等 有12位国小校长主持的面试委员 委员三人一组 按照号码进行随机分组面试 以公平公开进行顾审的面试 以确保委员对面试者做到利益回避 那我们的政府特别特别给原住民学生 有这个返乡服务的机会 返乡服务的机会 如果你录取的话 你可能在公布门 也可能在民间团体 往年是两个月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暑假7月15号才开始 所以我们服务的时间 是7月15号到8月的31号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那你心武认真的付出 一定有回报 就是会给各位 还不错的一个公读的 一个费用奖金 那不管各位在今天 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面试中 有没有录取啊 我们花蓮先生 我还是非常肯定 每一位同学 你都是花年的荣耀 都是台湾的骄傲 希望大家在学校的时候 认真学习 平常如果我们行有余力 可以参加社团教会 或者是自己部落 自己家乡的各种部落 援助理公共事务的活动 就如同你来参加 这个公读报理一样 我们都是希望 能够把握任何一个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的累积 经过一个下午的面试之后 数据公读结果 也会在6月7号公布在 花蓮县政府 引致我们行政处109年 原样青年返乡体验工作计划 网站上面 也欢迎面试的部落青年 能够自行上网查询 记得综合一 花蓮社报道